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投资商都很看好她 认认真真演戏 踏踏实实做人 像杨子这种演员深得大家的喜爱 她照这样继续发展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女演员 古装剧与凤行曝光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 他们是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搭档主演楚桥传 据悉会在六月份开机 赵丽颖没休息几个月又要开机 看来她一年的时间 大多数都是在剧组度过的 从杨子 迪丽热巴 赵丽颖 刘亦飞 李沁到赵露丝 他们几个算是比较红的女演员 从85后小花到90后95后小花 市场永远需要新鲜血液 需要真正有表演才华的女演员 比较尴尬的是 杨幂也是经常演出大女主戏 现在大女主戏被嫌弃 特别是人世间的大火 让很多人喜欢年代剧 其实影视剧靠的还是剧本扎实 当然 还有电视剧团队的努力 一部爆款剧不是那么容易诞生 需要花费很多精力 杨幂再不转型 可能真的会接不到更好的戏 演员的演技很重要 陈宝国 王姬等老戏骨还在演戏 说明他们的演技过硬